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蝶新本本角色爆料 崩蝶2.3无星毁灭流营技能爆料来哥 星穹铁道2.2版前瞻总长途V4 之羹鸟 波提游星穹铁道生日会 崩蝶2.3流营技能光追时机曝光 秘技变身萨姆 一命无师落点销刃 专属技破套 流营技能爆料来辣 流营为五星毁内组C 普攻对单个敌人造成火属性伤害 强化普攻回复自身生命上限的一定砥砺 对单个敌人造成火属性伤害 战技造好自身生命上限的一定比例 对指定敌方单位单体造成火属性伤害 生命不足时则消耗至一点 强化战技回复自身生命上限的一定砥砺 对指定敌方单位和相邻目标造成伤害 攻击后 若至少一个被攻击目标处于弱点肌部状态 则自身行动提前 并对所有被攻击的目标造成额外火属性伤害 并且此技能造成的伤害均视为终结症伤害 而非战技伤害 终结剂消除自身所有不眠效果 并进入初级燃烧状态 取自身行动提前 待行动挑战教换冷凝核心 当冷凝核心在自行动时 退出初级燃烧状态 天赋1处于初级燃烧状态时 速度获得固定值提升 借基于自身 磕转汉 踢迫特攻的影响力 提高造权的伤害 此外 普攻和战技将会替换位 强化普攻和强化战技 天赋2 基于自身已损失的一定比例 降丁受到的伤害 处于初级燃烧状态时 肢减伤效果额外提高一个定值 天赋1处于初级燃烧状态时 累自当前生命值变化 将基于本次电话量 占生上线的一定比例 恢复能量 行加二 对控制类负面状态的抗性提高 评级3 初级燃烧状态期间 获得火属性深厚至高 密技 通过密技飞入战斗后 有固定概率 施美则不具有火属性弱点的敌方单位 获得火属性弱点 并降低期火属性抗性 持续一些回合 随机对敌方前提造成火属性伤害 新魂1 需放强化战技巧 Stace进门的中心单子目标 添加火属性弱点 持续一阶回合 且无视效果抵抗 新魂2 每次获得争议效果时 此效果的持续时间延长一回合 新魂4 初级燃烧状态期间 每击败一个敌人 可视卵宁所听的行动演后 此效果在于是初级燃烧期间 至多触发一定次数 新魂6 初级燃烧状态期间 每次行动结束时 获得一层流怨天罪 是终结季造成的伤耗提升 至多叠加一定产数 初级燃烧状态结束时 移除所有流怨天罪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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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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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